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说该怎么办呢 债要逃 但是不能逼 尤其是不能逼人太甚了 你听到了吗 老四 那就别干了 你说什么 花马明示 债要逃 不能逼 就这样 有句话叫 兄弟齐心齐力断金 你们都听说过吗 花马 我们兄弟们争吵 完全是为了公务 好好好 不要说了 对公务有不同的看法不可强求 可是不要伤了你们兄弟之间的和谐 让别人看着我们天子家的笑话 好了 今天就不谈公务了 慌容 这 帽子 去吧 你们今天都陪朕去如意馆看花 是 是 花马 你速去告知李不通是苏大人 皇上要去如意馆 让他和郎教士火速干 是 快快快 皇上 朕是我们的新座 孔雀风 皇上 你们几个看看 这幅画怎么样 好 好啊 这让朕想起了七哥哥他说的话 他说呀 他画的什么花花草草还行 可是要画人物那就不灵了 这画人物啊 咱们确实不如人家西方画得好 那看起来总觉得假 皇上 我不是说你啊 我是说的我们的国画 好啊 看了朕是您的画以后 这种感觉就更加的明显 嗯嗯 哎 要是能把中西合璧的话 那么就更好了 哎 郎氏宁呢 啊 郎氏宁到 臣礼不通事苏尔卿叩见皇上 臣 郎氏宁 起来吧 哎 真是来随便走走 不必距离 哎 郎氏宁啊 嗯 你最近画了些什么 拜师了吗 没有 哦 哦 皇上 郎教士和罗神父 前两日筹集了两车粮食 和衣物 以皇上的名义到淮柔去赈灾 哎 在你们是感激涕灵啊 高呼 吾皇万岁啊 啊 难得你有这么好的善心哪 托您的福 哎 哎 你的腿怎么一拐一拐的 啊 回来的路上 遇见暴徒 还有这样的事情 啊 苏同事 啊 皇上 以后对郎教士要严加保护 哎 郎教士啊 您也不要随便地出城了 是 是 把这件事好好地查一查 喳 郎氏宁 在 快快 你是在哪儿弄来的这幅画 哦 呈在一个画摊上埋的 我说呢 在如意馆里 就没有人能画得出这样的画的 你们看 这只鸟 有眼无珠 还挺耐人寻味的 你们谁说一说 这幅画是什么意思 我怕吗 儿臣不敢说 老八 你懂话 你说说 啊 儿 儿臣也不敢说 老十四 儿臣在 你看呢 儿臣觉得没什么 它在翻白眼嘛 对 这只鸟它在对阵翻白眼 这是一只精工之鸟 郎氏宁 你想害死我呀 我 黄阿玛 作画之人分明是潜民一孽 对我大清不满啊 嗨 别不作为心 江湖村野这种人多了去了 怕吗 我觉得 对不肯臣服之人 是不是该使出雷霆手段 你们要知道 雷霆与鹿皆为皇恩 九州之大 人心难以尽收 这也都是在寂寥之中的事情 为我大清江山永固 淮柔之树 也是不可少的 你们兄弟要更加齐心协力 朕老了 你们好自为之吧 慌容 奴才太 改日你到街上 看到有狼狮凝亮的花鸟化石 给朕也买一副 喳 不得对外声张 奴才知道了 皇上说 这只鸟在冲他翻白眼 这有何奇怪的 他谁看到他 他就对谁翻白眼呗 是吧 有趣有趣 走走走 走走走走 郎教士 在下金坤 恕在下直言相告 这幅花您最好收起来 免生事端 花刺花者 不得非同一般哪 那他会是什么人 不知道 不过 乾明遗族八大山人 画鸟就是这等模样 他布满朝廷随死多年 但他的画仍为朝廷禁忌 宫中从来没有他的画 此画啊 可能是他的弟子所做 那学他的画也分极 生上大度 他早就看出这幅画 非同一般 所以才说有趣 但若有萧小之徒 拿他说事 说此鸟白眼相对大清江山 那细究起来 与你与画者皆有不利啊 那我把它收起来 好好好 金先生 中国画的讲究实在太多 我真的不懂 也许您能教我吧 您做我的师父吧 宫廷的画师 只知奉旨作画 了无情躯啊 真正的丹青高手 都在民间哪 皇上虽然有画 并无过多责备 所以这牙关还需咬紧了 此时若有一丝的松懈 必将前功尽弃 您是说 好 皇上体恤臣子 更重江山 认准这条理 咱们就 外政大灯笼 对 一切照旧 老爷 我只是说说 您还真的卖了这房子 替礼部尚书还债啊 什么叫毁家书呢 要做咱就做彻底 这老房子去了 新房子再来啊 我还要把这些家具 都摆在门口拍卖 造个生事 这没准四阿哥 就是以后的皇上 我得给他争脸 老爷 要八戒 您可别认错了主子 呸 你个乌鸦嘴 我怎么乌鸦嘴了 人家都说了 这八王爷 可是最有帝王相 最贤得的 那要是众人 都看走眼了呢 那要是您一个人看走眼了呢 那 那咱们家 不就赔了个底朝天了吗 这鸭宝啊 一是凭手技 二是凭心气 你整天在我耳边唠唠叨叨 我这气一泄 这不赔也得赔个金光 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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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给我添乱了 小弟 干嘛呀 明天我要带点银子 去拜那个沙老头为师 你陪我一起去吧 啊 什么 这么多够不够 你呀 你买他的摊子都够了 睡觉 好 嘿 老头 嗯 哎呀 老人家 嗯 这乡郎是你有礼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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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干什么呀你 嗯 我们来看看你做话 对对对 你怎么不摆摊呢 我病了 我 我不舒服 嘿 老头 我们去去看看行吗 嘿 老头 我们去去看看行吗 看呗 走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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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穷 你把我的画 拿到宫里去啦 杨先生 你给这宫里头干活儿 怎么跟我说一声呢 嘿嘿嘿 哎 哎 哎 老人家 嗯 那幅画 我收起来了 嗯 真的啊 您不必担心 我 我 我担什么心呢 我怕那幻儿啊 传到宫里头啊 一笑大方 收起了好 收起了好 嗯 嗯 老人家 嗯 中国话叫 开门见山 嗯 嗯 啊 我今天来 嗯 是向您拜师 嗯 不不不不不不 我给您学中国话技法 对我这种话说的 您哪 是宫里的画师 我是山野之人 嗯 嗯 中国话和西方话 那是两码事 对 是两码事 我是真心求教 教不了 教不了 老求啊 才输学前 不敢误人子弟 再说啦 一误啊 就误到九州外国进了 老人家 我想此时免谈免谈 郎先生 老人家 哎呦 免谈免谈 哎 免谈就免谈 明儿啊 把他那幅画 拿到宫里去 请人看看 他到底有什么道道 哦 好 好 我们走了 走 走 哎 郎先生 别走啊 别走 哎 怎么呢 哎呦喂 晚上 晚上 您别别吓唬我行不行啊 那 您答应叫我 再商量 再商量行吧 老人家 您做话 是为了吃饭 嗯 这里是十两银子 这可以商量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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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呀 这 这都够他吃一年烧饼的了 嘿嘿嘿 嘿嘿 那爷家木座做吃山空啊 您说是不是 嘿嘿嘿 嗯 先生瘦了银子 总得交点什么吧 哎 瞎子还就是嘿 哎 哎 这小兄弟怎么说换的这是 我没说不交啊 是不是 来 给我雷 嗯 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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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呀 嘿嘿嘿 哎 您看您看 嘿 嘿 我呀 眼下 看不见什么 只好垫在脚底下来 您呢 拿回去看看 瞧会了啊 也就懂得我们的画怎么画了 哦 哦 哦 嘿 嘿 还真有秘籍啊 啊 嘿嘿 这是中国画的圣经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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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看看 啊 啊 诗经 嗯 唐诗三百首 送辞选注 这 这倒是什么呀这个 哎 哎 你认字吗 嗨 我老爹身腿之前 供我读个几年私书 嘿嘿 那你可以教我读这些书 哎 你被那夏老头 给骗了 什么 这里面 没有一本是讲画画的 这全都是些啊 又学启蒙的书 是吗 嗯 他说听他都没错呀 您可真跟您那位主一样 实打实的一个死心眼 得 十两银子 打个水漂 睡觉 还很正逸 内 airline 是 天 automate 他能读开 说 hätte 禁类大租 啥 神社 噢 画线条 得学吴代当风 那就不学中国的诗 你学会的这个能画画吗 这不瞎多闷子吗 怪不得用他垫脚 他是什么人哪 他是个瞎子画匠 在中国呀 有句话叫做诗画同源 还有句话呢叫诗情画意 意思是说呀 这个诗与画 有着意境相通的关系 您是说 要想学我们的话 就得先读我们的诗 太感谢您 金师傅 您这是在画什么 那是给康熙爷太后 做的寿画 牡丹花 很美 这种画我在西方没讲过 当然 他是我们花中的君子 这个题是什么意思 书贤天仪 印是德韵 我们以这美丽的花 当成娇好的女人的品德来画的 牡丹的端庄和雍容的神态 比起它的外表是否有明暗的光线重要 我们着意事物的内涵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的画 往往是诗 画 印 成一体的艺术 我能看到这种花柜的花吗 这能够比较 使物和花有什么不同之处 出玉花园呢 往右拐 那儿有一个牡丹园 您快去看看去 谢谢 太美了 太美了 你差点就抓着他了 就跑了 去哪儿了 去了 去了 格格格格格 他在那儿呢 在哪儿呢 在那儿 在那儿 他落在牡丹花上了 嘘 别惊着他了 嗯 听说 郎教师 画木带花呢 对 好好好 画吧 对 方才金师傅说了 这个牡丹花啊 就是女人的象征 她们让你读诗经 学画画 这个诗经里面有诗道 窈窕淑女 君子好求 我想请教一下意思 可以吗 可以 可以 这个好懂的 好懂 是不是说女人很很美的意思 您看 我就知道您心里明白吗 这个上句呀 说的是漂亮女人 下一句呢 说的是君子 这个君子嘛 就是说的 很那什么的男人 很了不起 比如说您吧 我 您是不是一个君子呢 我很什么呢 很好啊 您呢 有学识 有身份 就 反正什么都有呗 怎么说 我也是君子 后边呢 后边 一个很好的女人 就是你很好很好的郎君子的伴侣呀 好伴侣 对 伴侣呀 上帝快是我爸 对不住 对不住 您是个洋教士 是不敬女色的 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我 对不住 您就知道我什么都没说 您接着画 接着画您的牡丹花 这都哪个事啊 牡丹花下子 老头儿 买画 客官 您画 给我画鸟 画鹰 画巧 只要是有翅膀 能铺腾的就成 客官 听着画音 您是宫里着办 你管我哪儿的呢 这银子不假 就成呗 客官 我只会画竹子 为了互可问 你可别跟我装傻啊 这儿啊 你要不给我好好画几只鸟 我就让你这个摊儿百不成 你信不信 快画 快画呀 这就对了 谁啊 狼教师 你为什么要吓唬那瞎老头 你 你胡说 你什么意思 他都不敢卖画你字的嘛 你讲我跟谁学中国话 这关我什么事啊 我也就是那么一说 我要说砍你脑袋 你信哪 我也没见你狼爷 撒牙子就叮了 那你承认是你吓唬他 现在是你吓唬我了 半夜鬼敲门 还是个洋鬼子 我的魂都让你下没了 这笔账我找谁算去 你坏了我的事啊 你才坏了我的好事 我说你没完 你没完 我说你没完 皇上 那幅带鸟图 农才给您买来了 是个瞎老头画的 还瞪着一只眼 对呀 是啊 凡事不可欺人太甚 皇上 奴才给您上街买画 狼教士知道了 他还挺不高兴的 狼教士说 奴才吓着他了 说现在他都不敢出来卖画了 您说这能赖我吗 那就怪朕好了 也不知 狼教士和那个瞎老头想干什么 俩人走的那叫一个琴呢 这俩人参合到一块儿 奴才可真是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 他们能干什么 这两个都是画画的高手 在一起切磋一下记忆 这是好事情啊 是 你去 去告诉那个罗教士 叫他尽快把医书翻译出来 朕要读一读 喳 报 四爷 通室苏尔卿 卖了组屋替尚书还债 可礼部又有两个人还不上债 上吊了 那又怎么样 报 四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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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字王爷把我的人从兵部全部赶出去了 那些人都横着刀子 要抹脖子 怕什么 又不是我把刀子架在他们脖子上的 报 四爷 四爷 小的看见十字王爷 拉着八王爷去了养心殿 怕是去找皇上了 让他们告吧 张大人到 四王爷 张大人 皇上让你去养心殿 好 皇阿玛 追还倾线一事 已大有进展 知道了 能收回来多少就算多少 明天 你就不用上户部去做堂去了 皇阿玛 行啊 剩下的事情 叫给户部去办吧 就这样 皇阿玛 他们办不了此事 此乃多年击毙 必得矫枉过正 而且 够了 你还要死多少人哪 你非得让那些人把祖上的老屋卖光了 你才肯罢手 我 朕的钱你倒是收回来了 可是人心哪 朕问你 人心哪 你可否还能让我来 你可不得了 他肯罢手 你可不得了 我 你可不得了 之后 真的 你可不得了 你可不得了 苏大人 苏大人 这够便宜点了 什么事 快别卖家当了 怎么了 四王爷的人哪 已经从户部撤出来了 为什么呀 您还不知道吧 皇上已经撤了四王爷的钦差 八王爷已经放出话来说 被逼还债 活不下去的 可以上户部尚书 借银子 在这时候 你大张旗鼓地卖东西还债 岂不是猴吃麻花 卖你 老爷 你个死鬼押错宝了吧 现在说全赔了 咱们这个家呀你给毁了 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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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爷 老爷 快 快 快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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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ちゃ 老爷 老爷 虎 没了 没了 什么都没了 什么都没了 他从昨晚上开始啊 就一直说胡话 他是法高少 吃下了我刚给你的吃些药 歇息了两天就没事了 他刚才又胡说些什么呀 他看见了上帝 哦 保温哥 我们来给他 你听到吗 你听到他也听到的 我听到 但是 我听到 我听到 我们离开了 我去找一个暴露 花 您还别说 这夕阳乐器也是别有风趣 是啊 对这夕阳技艺 你们要深究其理 让它为我大清所用 是 你看这台琴 还真是有意思 皇上 皇上 罗教师来了 还有四哈哥送来请安的折子 他怎么不亲自来 病了 小的不知 话吗 您看老四他 还有些想不通吧 随他去吧 臣罗还装残见皇上 免了免了 起来吧 罗教师 自从你的医药 把朕的病治好了以后 朕总在想 要是把你这夕阳医术 能引到我大清来 不我中医之缺 岂不是造福于社稷万民吗 太好了 太好了 臣就去加检办此事 好 皇上要读我们的医书 这太好了 我要读他们的诗书 太难了 小弟 干什么呢 嗨 闲着没事 哦 飞喽 朗大大 洋人也会遮只鸟 走 小弟 我都问清楚了 我必须学这些书 啊 那很难的 你准得反思 再难也得读 走 我们得快开始 等等了 我得把地上这些植鸟 都给捡去 俗话说得好啊 圣人造字 闲人写术 是不能放在地上乱踩的 慢慢捡也不迟嘛 哎 小弟 你没搞什么鬼吧 我能搞什么鬼啊 哎 哎 朗大大 你老瞪着我干嘛 我看你的眼珠的滴溜溜转呢 赶快捡 嗯 这 小弟 你在干什么 哎呀 我的猪啊 你这 嘿嘿嘿 嘿嘿 嘿嘿 嘿嘿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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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瞧 一夜都没少你的吧 这么好的书 你读得了吗 烧鸡啊 还帮你省事儿了呢 真是 这事儿能省吗 嗯 白日一山尽 白日一山尽 黄河入海流 哎 把头摇起来 读书啊 要摇头晃脑 你才记得住啊 啊 不会吧 哎 你不听话 我不教了 好了好了 听你的小师傅 跟我摇头啊 好好好 鱼穹千里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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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这最后一句呀 头要蒙的 嗯 停住 就可以了 嗯 嗯 嗯 这就算读完了 读完了 哼 什么意思 这 哎 哎 哎 这就叫 读书百遍 奇异自通 再来一个 好 来 就是他了 嗯 床前明月光 床前明月光 一世地上霜 一世地上霜 花落之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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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眠不觉晓 春眠不觉晓 小老 你给我跪下 不好好的读书 将来你想干什么 你说 阿玛 海儿不是不好好读书 这些书 海儿早已备得滚瓜烂熟了 还狡辩 阿玛 四哥说的事实话 他是在陪我读书 他的功课 早就读到前面去了 阿玛 我也读到前面了 就是红照 也忒慢了 四王爷 确实如此 好了好了 都给我起来 好好读 老师傅 不要把他们 当成金枝玉叶 不好好读的话 给我狠狠地打板子 皇上驾到 好 阿玛 儿臣不知圣驾光临 有失原因 起来 都起来吧 朕去了趟西山 顺便来看看 赐皇阿玛 赐给儿臣这所宅子 还是头回来呢 这都是朕的三个孙儿 是的 阿玛 这是老大红十 老四红历 老五红昼 孙儿拜见皇爷爷 好 好好好 都在这儿用功读书啊 好 这要是在普通百姓家里 爷爷不认的孙儿 这可是天大的笑话 你看看 朕的这些孙儿 朕就一大多半都不认的 这事无可奈何的事啊 皇爷爷 正所谓天家无私 皇爷爷以天下江山为家 自然对一己私家 难以看顾周全 这是天下之性 黎民之性 虽然孙儿早想一睹天炎 但这也是没奈何的 你叫什么名字 孙儿名叫弘历 弘历 好 这么小小的年纪 就这么实大体 老四啊 让弘历以后到宫里 陪朕读书 是 皇上 那一天偶然看见你 心飞沉动笔入呼吸 北里的人 帮天使声音 莫名唇唱爱人 后来 一渡落 一渡落流水 心风 一渡落流水 已经朝下无垠 就像天外的召唤 这一切像清风飘逃避免修无尽 激荡的心绪已强不长 让我终成难平 这一切像清风飘逃避免修无尽 激荡的心绪已强不长 让我终成难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